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的技能和杀息息相关 他杀别人他可以摸牌 别人杀他 他也可以摸牌 这个男人牛逼了 三国杀最有梗的武将 孙笨 这武将很神奇 孙策出登场的时候 作为一个觉醒武将 这觉醒技能看起来是非常华丽的呀 长得也很帅 就被很多朋友寄予了厚望 结果呢 一上手实战 心情就直接炸了呀 这什么东西呀 这搞半天你就红杀摸会牌 决斗摸个牌 跟其他的三包武将是一个级别吗 就心情落差很大 处在那里满水没人动 一圈下来队友都被别人激活了 自己还可能激昂呢 觉醒也觉醒不出来 虽然说单激昂就比一些标凤武将要强了 但是你毕竟在三包 你不能那么白呀 对就孙策出登场的时候啊 他给玩家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好 但渐渐的很多朋友发现 这个武将 他是一个典型的主工匠 对比一下什么刘备对吧 把牌给出去 自己防御牌留不太住 太脆了 曹操对吧 收一大堆牌 被乐就没了 孙权被限制牌也没得玩 只有我大孙奔 能攻能防 能进能退 非常稳 而且孙策主工区啊 他自带一个属性 抽象 迷雾 孙策主工区啊 应该是三国杀最抽象的主工区了 咱打三国杀 什么上来忠臣跳身份 反贼跳身份 内奸跳身份 都没有问题 但是早期的孙策主工区还真不行 不过在说这个之前 我们先看孙策的觉醒剂 魂姿 这个觉醒剂 确实是孙策的灵魂 我个人觉得 这就是三国杀 设计最好的觉醒剂 没有之意 最本质的觉醒剂 觉醒啊 要的就是这种极大反差的感觉 这种华丽变身的感觉 这种从底层爬上去的感觉 你要是能一轮直接干死我 我啥也不说了 我就是白板 你要是干不死我 你给我留一血 我直接就屌丝翻身啊 就是那么追求极限 虽然说主公孙策 觉醒要掉到四血 但是啊 一个四血觉醒孙策 在当年的环境 是完全具备一打二的能力的 越是残局越强 你反贼一不留神 就有可能被我大孙奔翻盘 所以咱再回到之前 孙奔主公局 跳身份的这个问题 对一般情况下 你反贼跳身份 最好的打法 就是上来先砍主公一刀 限制主公 但是孙奔主公局 你反贼上来打主公 砍主公的这个行为 非常拿不准 人孙奔要的就是你来砍我呀 我正好帮忠臣分担火力了 对吧 你这不正好顺我的意吗 所以反贼不好跳 除非你上来刷顺手过拆 乐这种限制性的牌 要不然的话 你还只能虚报过 或者说忙忠臣 但忙忠臣 就很有可能忙到队友 到忠臣这边 跳身份就更抽象了 我上来不敢跳忠啊 这跳忠反贼都来激活我 主公他就没人打 他也是个白板 那这把不就技了吗 甚至有时候 我连虚报都不能 跳内都不能跳 我只能跳反 占一个反贼位的坑 让后置位的反贼护他 活脱脱的这孙奔主公局 就玩成了一个狼人杀 这不扯吗 孙策主公还有一个亮点 他有一个非常新颖的主公技 制霸 虽然很多朋友说很鸡肋 确实 反贼选个五国武将 有时候还能用这个技能 反向耗你的牌 你本身你都白板了 你这个主公技还容易负收益 这不是搞笑的吗 但是咱们看这个支霸的描述 无视力的角色可以自己选择发动 以及觉醒后的孙策自己可以拒绝 那这个选项在当年看起来还是很惊艳的 对 觉醒前你可以骗骗我 忽悠忽悠悠我 对吧 CPU我 但是觉醒后 我就有自己的主动权了 你就CPU不了我了 这不仅仅是技能上的觉醒 这是精神上思想上的觉醒啊 当你经验归经验 你白板还是白板 还是容易死在觉醒的路上 54320嘛 咱都知道三国沙有个远古名梗 叫右黑孙笨 对 孙笨是三国沙被黑次数最多的武将 其次就是咱陆神将 那这一点我还是理解的 数大招风嘛 我神将叫精神上的领袖 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的 至于孙策 有很多别名吧 被害成孙笨 孙树孙枣 那这个就是一个三国沙八友 闹的幺蛾子 那个八友水着几个帖子 钓鱼骗回覆 其中这个帖子里面 关于孙策的内容 全都被他改成孙树了 我也不知道是仗域 还是故意恶搞的 反正就这样 十川是百川百 再加上孙策本身的 这个白板属性 这个右黑孙笨 孙树孙枣的梗就火了 最后给大家说个细节 孙策是当年除神将 以及后来的界限突破之外 唯一一个原画出边框的武将 这什么概念 神将的待遇啊 可见三国沙官方 对孙策证明武将的重视程度啊 我觉得卡卡卡 K神当年头像就是孙策 他自己也说了 他在孙策这个武将身上 花费了很多精力 无论是原画 技能还是台词 都尽量在追求一个极致 所以这个孙策 人气高是必然的 官方也很重视 活整的也多 只不过现在不是孙策的时代了 也不是K神的时代了 属于那个男人的时代不止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 OK 这是孙策 我乃江东小霸王 孙伯福 江东子弟 何居于天下 父亲在杀 魂又江东 公锦在旁 致定天下 爱卿 快快请起 所向披靡 进退自如 举贤任能 以保江东 一兵再起 暴乱必除 属于我们的时代 开始了